大家好,我是台南微光眼鏡的長工 今天要來聊一個眼鏡架的超音波清洗機 其實這個超音波清洗機用途相當的廣泛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曾經到眼鏡行洗過眼鏡 就會發現服務人員把你的眼鏡放到一個類似 像這樣子的一個機器 然後按下去就叮 這就是超音波清洗機 它的原理就是說我們在裡面放的其實就是清水 再加上一點洗碗筋或者是中性的一些清洗液 它可以幫你把眼鏡上面的油脂跟細縫裡面的一些東西清潔出來 因為它是靠震動的方式把一些藏在細縫裡面的灰塵污過 可以稍微震出來 今天為什麼會特別拿這個東西出來講呢 因為其實這個東西在任何一家眼鏡行都是再普遍不過的 那最近就是開始網路上就開始出現會有這樣子的東西 這個叫做個人型的它比較小型一點 然後你可以在家裡面自行使用的超音波清洗機 那這個東西為什麼要特別這樣拿出來講 就是因為現在開始會有蠻多朋友就會想在自己家裡面 買一台這個東西然後在家裡面使用 其實它是一個蠻方便的東西 它的用途其實相當廣泛喔 不只眼鏡 像還有一些比如說你的一些首飾啊項鍊啊戒指啊 我們帶著裡面一些小細縫 難免會有藏污納購 都可以用這樣子的東西 甚至說一些真的是真的防水的手錶 你不要拿沒有防水的手錶下去震喔 那個淨水那個都是 就有理由可以換新手錶了 我相信 但是在我們開始進入這個影片 一開始的內容之前呢 常供先生聲明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店沒有賣這個個人 這種個人用的一個超音波清洗機 對齁 所以今天不是來打廣告的 我們只是要讓大家知道 當你在家裡面使用這種超音波清洗機的時候 你應該注意哪些事項 它是一個相當方便的一個東西 但是它有一些注意事項要去特別注意 所以今天只是在跟大家講 要怎麼樣去注意這個東西 那當然如果你要問常供哪裡買得到 其實我們網路上非常多啦 但是有時候很多人會怕說網路上買 是不是有沒有保障啊 其實我們台灣有一個非常棒的一個相關的眼鏡網站 叫收鏡網 它好像上面也開始有在賣這樣子的東西 它是一個我們台灣最大的一個眼鏡網站 而且我相信跟他們還會比較有保障啊 但是沒有廣告喔 我只是我看到的那邊有 然後基本上它也是一個具有公信力的一個網站 所以而且他們現在好像還有做活動 還有粉紅色Hello Kitty的顏色 對 那只是常供轉速常供看到的東西 那我們店沒有賣 所以不做任何廣告 只是說如果說你們想知道哪裡有在賣 網路上非常多 然後常供看到他們有在賣 然後 常供覺得收鏡網是一個非常認真 在推廣有關眼鏡在台灣 可以讓更多的人了解眼鏡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網站 大家如果對眼鏡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去參考看看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入主題 就是有關於當我們在使用超音波清洗機的時候 你要去注意到的一些事項 當然它的使用方法很簡單 就是在裡面注入大概 它有一個刻度嘛 大概六七分滿的 自來水就可以了 然後加一點點洗碗精 洗碗精的功能就是說 因為我們帶著我們皮膚的油脂 一些污垢 它會幫你清出來 然後再一些細縫的一些灰塵污垢 可以幫你經由超音波震動的方式 幫你把它震出來 那在使用上會有幾個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們先一個一個來 今天如果你帶的是無邊框 或者你是金屬框 難免都會有索螺絲的部分嘛 那你的震動的其實 除非你的眼鏡非常非常的髒 真的已經幾百年沒有洗過 這樣子的情況 其實我就會不建議你在家裡面自己清洗 為什麼?因為你下去可能震動時間 第一個需要比較久 那你震動時間久了 其實難免會有螺絲鬆脫的一個問題 這個東西 我就會建議你可以到眼鏡行來 順便做一下整體的一個大保養 在家裡面我是建議說 比如說你眼鏡戴了一整天 稍微有一些髒 你稍微輕輕震一下 其實通常 如果說你眼鏡不是很髒 通常大概五秒鐘到十秒鐘就夠了啦 其實十秒鐘就已經滿久了啦 通常沒有很髒的話 其實不需要去震太久 所以在家裡面自己使用的話 第一個要件 第一個重點 不要震太久 為什麼呢? 螺絲鬆脫的一些問題 再來呢 因為你沒有辦法很準確的 去辨別這個鏡架的一個材質 所以再來呢 還有一個 這是一個眼鏡 我們看一下這個是一個金屬框 後面這邊有一個腳套有沒有 這個腳套它是套上去的 所以如果你在家裡面震的話 最好是眼鏡打開 這樣子下去就好了 腳套的部分避免進到水裡面 你不要這樣子合起來 枕枝下去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超音波 它會震 它的水會鑽 所以它這些水都會鑽到你的細縫裡 那裡面就會含有水啦 那當然如果你的鏡架材質很好 是純泰了什麼東西 那還無所謂 那如果你只是一般的合金還是什麼 可能水含在裡面 就很容易從裡面產生一些銅綠 或者說腐蝕的一些現象產生 那如果說你的腳套又是透明的 那就真的會變很醜 這要特別注意 那所以像這樣的情況 最好是你可以還是回到眼鏡行 可以幫你把整個腳套抽出來 去做清潔 所以如果你們在家裡面自己是有 真正常用的建議 最好是這樣子下去就好 到這邊就好了 腳套的部分不要下去會比較好 尤其是如果你是一些歐洲框 它的腳套還不是像這種框 它是觸酸纖維的還比較耐用 它是用的是一些 譬如說矽膠、橡膠 都會影響到這個腳套的壽命 它如果裡面含有水分的話 這個要特別注意一下 還有一點 還有一個更要去特別注意的 就是說如果你的鏡架是非常高級的一些材質 譬如說一些比較生物性的材質 譬如說牛角 牛角做的眼鏡 甚至說像現在已經禁止買賣 可是還是有很多老一輩人喜歡這個材質 這個就是戴帽 就是一種海裡面游泳的烏龜的一種殼 這種材質 這種材質就要特別特別注意 它在超音波 最好是不要進超音波 就算你進時間要很短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生物材質其實它是會有毛細孔的 它是會有 它不是一個完全光滑面 它是有毛細孔的 那如果你經過長時間的震 它的水分會滲進去 那滲進去的話 其實就很容易產生什麼 因為它吸到了水分 膨脹變形 甚至說龜裂 那如果是戴帽的 甚至還會變 它會變成有點霧面的那種感覺 有點白白霧霧的 所以你就這樣 有很多人的戴帽框有沒有 戴到最後都變有點白白霧霧的 而且經過拋光也沒有能解決 因為它是從裡面冒出來的 那就是因為它的水分過多了 所以尤其如果你是戴帽的眼鏡 最好最好是不要去進超音波裡面 這要特別注意 那其實牛角我也通常真的是比較不建議 其實生物性的材質 盡量能夠避免水分 就盡量避免水分 所以你在使用超音波機的時候 這些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如果說你在家裡面想幫自己的眼鏡 做清潔一些手勢 甚至說一些小玩具 小東西 一些細風中你比較難清理 其實超音波是一個非常好的工具 但是在使用上 這幾點要特別去注意 就是說第一個 我再重整 在場地幫你們重新整理一下 第一個 時間不宜過久 你不要說 就把它丟在那邊震 然後你就不管了 過了半個小時再回來 那真的會對你的 鏡片的壽命 鏡價的壽命 都會造成影響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如果說不是在家裡面自己使用 腳套 如果你的鏡帶是有腳套的 腳套的部分 盡量避免泡到水裡 再來最重要是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的是屬於生物材質 牛角啦 戴帽啦 這些真的 或者是有 有些眼鏡還有皮革的 這些都要盡量避免進入超音波 這種東西還是真的建議你找專業的眼鏡 對你來講會比較好 甚至有一些木頭的 材質的眼鏡 這都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所以 好的工具 你要有正確的使用方法 所以 如果說你們自己有買了超音波清洗機 希望這個影片會對你們在使用上 會有一些幫助 這次最後再講一下 我沒有賣超音波清洗機 這個不是廣告 這個絕對不是業配文 只是希望有買了超音波清洗機的朋友 你們在使用上 都可以更得心應手 也可以讓你們的眼鏡可以更乾淨 而且不要去傷害你的鏡架 謝謝各位